不要是从这个网址 而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网址固定的是在台英的网站上面 如果今天我的牌价是我自己的 假如我也在换这个币别 像你们不知道是不是 台北有一些地方 换外币最便宜应该就是那种 地下的那种钱庄 它那个就是 差价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 大家知道门路啦 我记得我以前有去那边换过 那如果说那个牌价跟它不一样 但是我的格式跟它一样 我私就有这种货币都有 但是我的牌价不同 我要有自己的公布的 就是我自己的媒体 我的媒体就是一个APP 以后的话我的客户只要装了这个APP之后 我以后公布就由我这边来公布 那以往的话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有一个webserver加一个database 然后动态网页再去装 动态网页当然你可以用ASP PHP JSP反正是关于什么P 它的那个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抓database里面的资料 那中间利用的就是seql语法 其实不管哪一种P都一样啦 都是seql语法 然后用seql的方法 把资料get回来 那你需要的就是一个request 就是你需求哪一个辟别 它会给你一个response 丢回来 有点像 打棒球里面 球丢过去 它帮你丢回来 传回本垒之后 本垒再丢到 一垒啊 二垒三垒 有没有 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方式 那可是问题这样的方式 其实对它一般来说 其实 还有一点困难啦 就是你要先架一个server 才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希望 比较简单的方式完成的话 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东西丢在google drive里面 然后呢 你自己可以发布 发布成一个web 将来我们去抓那个web的资料 就可以 那如果你你的那个 档案更新 它web也会更新 自动帮你更新 所以那个app去抓的时候 又会更新资料了 也就是说可以 更新 由你这边更新 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第一个资料量不大 小量资料 第二个就是说呢 呃 就是说 小量资料 那第二个就是 你可能不需要弄得很复杂 然后可以很快的去抓 那这个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样连到台语网站 那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先产生资料来源 那产生资料来源要怎么做 第一个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 那这边就贴到什么 贴到那个 贴到Excel 开一个Excel 然后把Excel选择性贴上 只有文字就好了 那把查询这两栏 删掉就好 因为我们要的资料其实就跟云端 上面的看到是一样 只是上面的排一下我将来可以自动跟 我可以由我们自己更新 我们只需要它的格式 然后这边 大概这样 OK 那做完毕之后你把它另存一下 另存一个活跃布 那名称的话呢 我把它放桌面上 可能叫做Rance好了 R-A-T-E OKRance 的一个Excel S的一个活跃布 储存 那储存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要放在